中兴事件发酵,地产巨头巨资入场信息产业,中国新之日可待。 中兴产品在美国被禁的事件,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舆论。 中国新的缺失让国内众多网友痛心疾首。 针对这样的状况,国内巨头纷纷巨资进入晶片市场,力图尽快打造完全自主的中国新。 1. 阿里收购中天威,投资一批高科技领域公司。 4月20日,阿里巴巴集团宣布,全资收购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是CPUIP Core公司,中天威系统有限公司。 中天威晶片广泛应用于印表机,机顶盒,同轴相机,人脸识别等系统中。 除此之外,阿里近两年里投资了韩武技、深建科技、商汤科技、矿石科技等多家AI企业。 其中的商汤科技拥有亚洲最大研究团队,18名教授和120名世界名校博士,是世界范围内人工智慧领域最多的华人科学家群体。 2、恒大投资1000亿,专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。 日前,中科院与恒大在北京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,恒大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1000亿美元,建设三大科研基地,其中,集成电路被列为关键的研发领域。 除了恒大集团之外,碧桂园也表示会加大集成电路领域投资,建设科技型智能产业型科技小城镇,目前,碧桂园已经与哈工大达成合作协议。 3、马化腾参观了紫光集团,或投晶片公司。 前几天,马化腾到访了紫光集团旗下的新华三集团杭州总部,新华三集团致力于新的IT解决方案和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咨询、销售和服务。 H3C品牌拥有全方位的伺服器,存储、网络、安全、超融合系统和IT管理系统。 此外,腾讯已经进入高科技领域,截至2017年底,腾讯投资了5家从事深度学习、视觉学习、临床人工智慧的公司。 然而,人工智慧设备不能绕过晶片问题,腾讯或有益涉足晶片领域。 百度、网绩网络三巨头之一,似乎已经沉寂很久。事实上,阿波罗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。 阿波罗2.5自动驾驶仪系统已经从小汽车的自动驾驶转向重型卡车的自动驾驶,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测试。 在此期间,百度还投资了大量的高科技领域公司,包括,虚拟建模技术公司BAI,FPGA加速公司Folken,无人机飞行控制和地图平台空中地图等。 国内网绩网络巨头提前推进智能设备领域,智能设备领域不能绕过晶片,因此,未来国内晶片与智能器件的集成是必然的结果,期待中国新的早日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